所以你挑完直线 其实直线的人压力会更大 因为球速快嘛 对不对 所以直线的人可以管得少一点点 其实当然了 我们不用计算到那么精细 好像是三厘米两厘米 差不多这个位置OK 你防好自己的这个区域 对吧 甚至是边线 大家都知道 这个应该知道中间谁打 中间的球一定是对角线人打 没有什么正手 什么什么什么反手还是什么 那对角线的球路长 所以我可反应的时间就多 所以我会帮他保护中间的球 对吧 对角线长都是我的 一旦这个球 啪摆脱到这了 我过来 你要靠着一点 保护我的中间 这边都是我的 但是这边都是你的 对全是你的 知道吗 这样就是 保护直线的人 给他更少的压力 缓解他的压力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导演 如果你会生年轻的 你转发了 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不像